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 请订阅和分享以更新有关当今 最着明明星的最新信息 这就是街舞六官宣 王一博将会现身总决赛 他的领地无可撼动 这就是街舞第六季总决赛来了 王一博终于回来了 开心取悦 街舞是他的领地 我们期待一场王一博的舞台秀不再是奢望 对于街舞而言 提及这两个词 想到的人就是王一博 这是他在娱乐圈中 通行的大IP 也是真正让他火爆出圈的魅力呈现 王一博是舞者 也是演员 他在成长也在蛻变 可是不可否认一点 街舞显然是王一博吸粉的地方 更是他发光发彩的地方 他对于街舞的贡献不言而喻 多少人因为他 了解并参与到街舞中 更是成为街舞推广的重要性人物 对于中国街舞的发展 王一博自然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王一博陪伴的综艺 这就是街舞三季 推动了街舞的出圈 也成就了自己 更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人的热爱与专注 街舞六哪怕没有王一博 却从开播至今都有王一博的身影 他的战队一波王炸 显然成了众多团队的标杆 这是把街舞精华浓缩在一起的团队 有着自己的使命 也是街舞中不可忽视的存在 众多街舞大神都加入其中 带来了太多经典名场面 这次我们说一下王一博的回归 这是小肥妖等待许久的 从开播至今就等着他的回归 没办法 就是喜欢看王一博跳舞 作为一个他的舞迷 更是如痴如醉 他就是天生有舞台魅力的那种人 身材比例好 随便一扭 就可以扭进人心里 你会不自觉地跟着舞动 会被他舞姿吸引的那种 台上一分钟 台下是年功 跳舞的人很有耐心和毅力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王一博 对于情绪的把控是很稳的 做事也是踏实本分的 对于喜欢热爱的事都很有专注力 这就是舞者 在一段采访中 王一博说舞台上是一瞬间的愉悦 一种在舞台上的释放 而电影是精雕细琢的 可是他却忘记了一点 那一瞬间的愉悦 是他常年累月积累下来的 没有点刺气活 怎可能有着过硬扛打滴能力 站上舞台呢 他总会轻描淡写自己的实力 这个孩子总是这么低调谦逊 没办法 这也许就是吸引我们的地方 这种年轻人的态度 是难能可贵的 看到街舞六关轩的那一刻 很开心 因为对于喜欢街舞的人而言 就是想看到王一博跳的街舞 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显然不再局限于街舞圈 能够带动全民热舞 除了王一博 我想不到还能有谁 题外话 这次街舞第六季开启线上直播 线下定在澳门 估计又会有不少人奔赴 时间定在1月20日 王一博确认出席 很多人都提前买票 虽然不是主场 可是可以现场看到王一博跳舞 也是一种享受 2024年街舞自然会迎来又一次的火爆 这项小众运动带来的活力是无限的 特别是王一博的推广和助力 更是大放异彩 成为很多年轻人喜欢的运动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